你知道最蠢的动物能有多傻 差点没把自己蠢灭绝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海陆空界的三个大傻子 第三个 海中傻鱼翻车鱼 鱼的智商本来就不高 但这货明显又拉低了一个档次 因为它可能是唯一一个不会游泳的鱼 它长相很怪异 上下各有一个鱼鳍 而尾巴似乎在出生前就被弄丢了 基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因此 是个行动笨猪的傻大哥 随时都会成为大鲨鱼的食物 不过就算被别人吃掉了一半身体 它也傻傻的没什么反应 好像就跟自己没关系一样 这种鱼还特别喜欢在海面晒太阳 有时一不注意 还会把自己给晒死 不过好在它们繁殖能力强 否则 估计早就蠢灭绝了 第二个 陆地傻袍子 这种没事蹦蹦跳跳 无忧无虑的家伙 就是呆萌的傻袍子 有时蹦着蹦着 还能蹦掉个脚下来 它之所以被称为大傻子 全是因为它强烈的好奇心 东北的老猎人只要大喊一声 这些逃跑的傻袍子就会停下来 回头看看是谁在那里大喊大叫 就算开枪打不中也没关系 过一会它们就会自己跑回来 瞅一瞅是啥玩意儿 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第一个 空中傻鸟 金头罐 这种鸟特别喜欢发呆 早上起来 就开始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 无论刮风还是下雨 它似乎都在思考鸟声 就连捕猎时 也是呆呆地站在池塘边守株待兔 好不容易看见了一条鱼 是个树冠 它们其实打小就不聪明 妈妈辛辛苦苦叼过来的水 它们是一滴也没喝着 动物园里的金头罐 就跟着人类学聪明了不少 见到有人过来就点头哈腰 没事还会送你一两根羽毛 如果有人说你长得像金头罐 你也不用不高兴 说不定它是在夸你可爱呢